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红字天猫旗舰店 为大家带来的最新一款红字逆变器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红字智能型逆变器 6000瓦的 大家看一下 铝合金外壳 双束显 两个插座 开关 智能风扇 发热的时候才会工作 不发热的时候是不会工作的 接线柱全部都是纯同的 大家看 随机配送 加出的连接线两根 电瓶装头 两个 说明书 保修卡 合合证 全部都有 下面我们用这款逆变器给大家试一下这款逆变器的功率 下面我们连接好逆变器 我们给大家试一下逆变器的功率 黑色的加在逆变器的负极 来 这边加在电瓶的负极 里面 然后 一定要把它夹紧了 红色的连接线接在逆边器的正极 另外一端接在电瓶的正极 正极接在电瓶的正极 有一个小火花是电瓶的供电反应 这个是正常的 大家不用害怕 一定要把它接紧了 接紧以后 来看 打开那边器 一边显示电瓶的电压 还有一边显示 那边器输出的电压220V 这是手枪段 我们用手枪段先试一下 插上去 来看啊 我们木头试一下 看到吗 一切正常 这是磨光机 我们再来试一下 插上去 我们打开磨光机 拆关 插上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电锤 我们再来试一下电锤 看到吗 这个是家用的电锤 这个是家用的2800瓦的吹风机 我们试一下 插上我们的泥变器 插上我们的泥变器 已经开始工作了 看到吗 我们再来试一下电热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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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试一下家用的电磁炉 目前市场很多这种泥变器电磁炉是带不了的 但是我们的是可以的 我们插上去试一下 我们打开电磁炉 看一下烧水烧水的过程 已经开始工作了啊 2200瓦的电磁炉 看到吗 已经开始冒烟了 我们这款泥变器的功率是绝对够的 我们再来试一下工业风扇啊 我们插上电热气 已经开始工作 大家看 已经开始工作了啊 这个是led 灯 150瓦的led 灯 我们也来试一下吧 这个肯定是没有压力的 我们试一下 看到吗 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啊 我们试一下工业风扇和led 灯同时带 哦 这是插头 灯已经亮了 风扇已经工作了 下面我们来试一下 这款常用的市场上常用的这款气泡 看能不能带动 我们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把气冲一下 好 这个 我们插上家用的微波炉试一下 我们稍微等个十几秒钟 好 再看 撕毛巾 热气 吞吞的在冒热气 冒热气 我们再来试一下家用水泡 我们把它插上去看一下打水 大家看 大家看 已经开始工作了 下面用我们这款红制的那边气 来给大家试一下我们家用空调 我现在关掉那边去打开那边去 然后插上插头 大家看这款那边去连家用空调都是可以带的看到吗 都可以工作了